在國內的大街小巷 隨處都可以見到租用的共享單車 真是非常之方便 自從2015年第一架共享單車出現在北京大學之後 全國各地立刻興起 在一時間各大省市瘋狂出現共享單車 很快因為經營不善 共享單車被人惡意破壞和偷走 有不少企業相繼倒閉 全國各地於是出現單車墳墓 真是令人可惜 深圳當然不例外 不過深圳市政府看到用共享單車 可以彌補公共交通的不足 數據顯示 有差不多兩成的市民坐完公共交通之後 會用共享單車走最後一公里的路程 於是積極研究新的監管方法 剛剛被美團收購的Mobile單車 就運用了4GCAT1通訊網絡 大數據和密聯網技術 能夠準確掌握單車的位置 是全中國第一批共享單車的先進技術 用家在手機程式上面 找到寫著P字的停車點 到達停車點之後 按程式上面 我要還車的按鈕 再手動上鎖 這樣就可以完成還車了 如果不記得上鎖 車費就會一路計下去 這樣單車就能夠準確有效地管理了 上鎖之後 亦都可以大大減少車輛被偷走的機會 深圳交通運輸局按企業營運 別出失訊名單 請罰犯規的企業 現在深圳市人大常委會已經定出草案 為共享單車進行立法資訊 共享單車既有新技術 由經濟效益同時又環保 管理得好的話 真是一個很好的貢獻